大部分经过了达连爱口雨林第一代的移民呢 他们会先到达一个叫巴黄至Kittos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经过水路坐船 在这条这个丘库纳克河上来坐四五个小时的船 到达一个叫做拉哈斯·布兰卡斯的移民的接收点 那么这个拉哈斯·布兰卡斯移民的接收点呢 是巴拿马东部和哥伦比亚交界处最大的移民接收点 通常可以容纳300人 但是现在就我们的观察大概是有2000人左右 这是我们从这个联合国的组织得到的数据 那么这些移民的大多数是南美来的移民 其中也有中国的走线客 那么根据这周的数据呢 中国走线客大概占到这里 这个移民接收点总人数的5%左右 那么其中呢也有儿童和托家带口的这个走线客 但是大多数呢还是比较年轻力壮的这个年轻人 而且男性比女性呢大概是要多一些的 那么这些移民呢 他们为了能到达拉哈斯布兰卡斯的这个接收点呢 他们要交25美元的坐船费 那么对于很多的南美的移民来说呢 这是一个天价的数字 刚才我们在岸上就看到了从厄瓜多尔来的移民 他们因为交不起这25美元 他们就选择了走7个小时 从岸上一直走到这个拉哈斯布兰卡斯这个接收点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这个准备相对来说 比较充分的中国移民来说呢 25美元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那么这些移民到达拉哈斯布兰卡斯这个接收点以后呢 那么一路向北继续到从这个西部边境到达 哥斯塔利加上再一路向北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个拉哈斯布兰卡斯的移民接收点 我们现在就上去去看一看 我们看到这里呢 就是难民到达这个拉哈斯布兰卡斯以后的上岸点 我们今天上午呢 从大概第一条船大概是10点钟左右 到现在1点钟左右 我们一共看到了大概20条左右的这个木船 那么每条船上呢 大概有15到20名不等的这个移民在船上 那么我们看到他们现在身上 其实并没有带很多的物资 大多数人呢都是只有一个背包 那么背着他们的一些生活必需品 有的人呢可能有一些装备 比如说有 顶多是有一个这个防潮垫垫在地上的 那么这些难民呢是不会走回头路的 他们身上背的这些就是他们所有的一切了 您好您讲请问讲中文吗 讲中文吗 可以讲中文吗 我想问一下您这船是从哪来呀 从那个我们也不知道 刚出雨林之后 刚出雨林之后 你们拍什么 哦是这样我们是美国的媒体 我们想了解一下这边的情况 因为我们听说就是 我们之前和一些人聊了也是中国人聊了聊 他们是从这个第一难民点来的 是是吗 不想说 我们是美国的媒体不是中国的 嗯 就我们是美国之音 您现在是要去哪啊 您知道上面怎么走吗 我们和很多的这个中国来的移民 其实都有问过他们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 大概有90%以上的人 都不愿意跟我们透露 就别说是姓名和从哪来 他们都不愿意说 他们想要去哪 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好